大S拿出最后杀手锏 不料张兰更狠 一句话把他的后路全都堵死 果然将还是老的了 自从张兰在直播间里大杀四方之后 大S一家就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然而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 由于身体原因 张兰不得不歇战几天 而大S一家瞅准时机开始进行反扑 先是小S高调借助品牌代言宣布付出 紧接着S妈面对媒体发声 称大S并未迫于压力 搬离汪小飞的豪宅 随后还假惺惺的祝福汪小飞 早日康复 这样就可以继续开心 继续赚钱了 但对于同样生命的张兰 S妈就没这么客气了 她毫不留情地怒斥张兰是条疯狗 话里话外充满了恶意 面对这样嚣张的挑衅 张兰可不惯着她 在直播间公开回应 真的是太解气了 说我是疯狗 我是 我说错了 我是大脑狗 大脑狗 是 大脑狗 大脑狗 对 你到大陆来试试 试试 我一口给你吞的 连骨头渣子都没有 对 真的 面对前进家的人身攻击 张兰并没有反骂回去 而是采用了自嘲的方式 她说自己不是疯狗 而是赞偶 能把大S一家吞的骨头渣子都不剩 全不愧是湛兰 其实这块就从来都没输过 而大S也终于开始出手 前两天王小飞不是把大S给告了吗 一审开庭双方军卫到场 两人的代理律师在法庭上舍战了一小时 而近日 还没去爆料称 大S提出了六点要求 一 大S主动放弃自己的赡养费 其他严格按照离婚协议执行 二 给孩子的抚养费 他会专门成立一个基金 三 信用卡不能停 但会专款专用 四 坚持抚养权 必要时候还会动用法律武器 限制对方的态使权 五 辞退家里的保姆司机 重新找人 六 电飞和日常开销全部自己承担 这六点要求看似是大S在妥协 实际上是在利用孩子对汪小飞进行控制 难方一分不少地给着抚养费 却连见孩子一面的自由都没有 如果是真的话 那大S的心也太狠了 他这是让他孩子这个最后的杀手锏 来反击张兰母子 可他太低估战兰的实力了 大S亮出最后一张底牌 不料张兰更狠 直接将牌桌给掀了 看你还怎么玩 只能说将还是老的辣 张兰不仅预判了大S的第一步 就连以后的二三步都给预判了 他先是拆穿了S妈的假猩猩 嘴上说着希望汪小飞赶快好起来 实际上还不是惦记着汪小飞的那点钱 本来的S一家就此收手 张兰也就不再插手他们的事 谁知S妈偏要调戏 张兰也彻底不留情面 一句话将他们的后路全部堵死 张兰表示自己早已看透了大S一家的套路 虽然她还不知道一审结果 但她已经猜到了大S一家接下来的反应 等到二手开庭时 这一家子肯定要上演什么又被电话辱骂了 又被言语攻击了 甚至还会上演120的桥段 总之一切能卖惨的桥段他们都会上演 如果真被张兰说中的话 大S一家可就颜面无存了 不得不说张兰这一招是真狠 但也怪不得她 谁叫大S一家这么能演戏呢 那么大家喜欢张兰吗 你们觉得她说的对吗 欢迎评论区踊跃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